畫面上的建築物陷入火海冒出了許多濃煙 還有許多燒得焦黑的殘骸 烏克蘭首都基辅當地時間周三 上午發生重大的直升機墜毀意外 地點就位在基辅東方12公里的布羅瓦里 烏克蘭官方表示直升機上的乘客 包括內政部長莫納斯特爾斯基 第一副部長葉寧 國務秘書雷布科夫 還有多名重要官員 目前已經證實這些官員全數罹難 這是非常重大的悲劇 不只是機上乘客 還波及到地面上的民眾 截至目前死亡人數攀升到18人 另外有29人受傷送醫急救 包括15名幼童 因為墜毀的地點就在當地的幼稚園附近 死傷人數中才會有這麼多的幼童 罹難的內政部長自2021年7月就任 是澤倫斯基內閣中重要的角色 他是開戰11個月以來 喪命的烏克蘭官員中 層級最高的官員 目前還不清楚直升機墜毀的原因 烏克蘭也沒有提到 當時俄軍是否有發動任何的襲擊 烏克蘭總統辦公室表示 還在調查當中 有最近消息 我們持續為您掌握 主播